各位學生,各位住院醫師,各位見習醫師,實習醫師,還有PGY,以及共同來參與的組織醫師,大家早安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在做心臟電燒術,也就是RFCA 因為之前我們接到不少心臟內科轉介過來要做電腦斷層的影像 雖然說他們最重要的其實只是要我們的Source Image去融合在他們的Carton Image裡面 讓他們的電燒的一個配套軟體裡面去 但是我們還是得提供一些至少別的國家,別的醫院所提供的標準的影像資料 那我也希望今天我的分享之後呢,每一位都能夠會做這件事情 不要只有劉元璋這個人會做 那基本上這篇參考資料呢,是有點久了 但是他非常具有教育價值,就是他講的非常的標準 當然在2003年的,也就是將近快20年,17年前的影像一篇paper 但是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這個是2020年7月17號,林口長庚醫院影像診療科部,陳惠教育演講 主講人是我劉元璋 RFCA Radial Frequency Catheter Aberration 它是對於這些 隨著年齡增加會越來越多人有AF 但是其實也是有一些年輕人就有早期的AF 那對於用藥物治療,一直沒辦法有效果 或者是說即使可以壓得下去,後來又再度來的 或者是已經電燒過,又再度再來的 總之就是很難治療的 最後呢,就會進到RFCA 就是用電燒術去做一個阻斷 那我們一個成功的RFCA 需要有數前的詳細評估它複雜的構造 所以需要用3D Image 3D Image要看哪些東西呢? 看這些Palmary Vane 還有LA 那DISTO其實是對心臟來講是Proximo 所謂DISTO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由近到遠 Proximo是肺部的最遠端 DISTO其實是最靠近心臟的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靠近心臟的Palmary Vane 還有LA 那AF的定義呢 AF主要的來源是因為 Multiple Ectopic Electric Fosite 就是說有多個放電的點 那它從哪裡來呢? 其實標準應該是只有一個放電起源點 正常的心臟應該是只有一個開啟的點 然後再發送訊息 其實就SA Node 應該正確來說 標準應該只有SA Node 可以發號施令 但是這時候 這些AF的病人通常都是有多個組織 本來只有SA Node的一個國王而已 可是其他的國王也同時發號施令 而且這些發號施令的國王來自於Palmary Vane 所以呢 這些發號施令就是放電的訊號 不斷的傳送到AV Node的那個位置 那所以AV Node一直不斷的接受到 來自四面八方的各式各樣的發號施令 它就傳導訊號一直到Venticle 讓Venticle不斷的亂跳亂跳 所以AF當然不是每一個訊號都傳到AV Node之後 還能夠傳下去的 不見得 因為它還是有一個不傳導期 但是因為太多了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會傳過去 所以會非常多 那有些是有效的 有些是無效的收縮 那AF因為這樣子的結果 它造成了什麼樣的complication 就是因為會有造成hamodynamic compromise 就是說 這些不斷的放電 會導致左心式的收縮會不規則 或者是過度收縮 導致它其實沒辦法把足夠的血量打出去 第二個呢 則是因為這樣不斷的放電 然後因為LA本身也是會有一定程度的稍微的收縮 那LV的收縮也會影響到LA的血液的回流 因為LV一直不斷收縮的時候 Metro valve會經常是關閉的 Metro valve關閉 其實LA相對是一個一池池水 所以這個血在LA裡面就容易形成swamp burst 那這些swamp burst產生以後 很不幸的如果萬一掉到LV裡面 LV又把它打出去 那就造成腦部的中風 酸塞性中風 或者是我們偶爾會看到腎臟 或者是皮臟的一些 Embotic infarct 就是酸塞性中風 那這種長期啊 就是沒有控制好的Tagetaria 常常也會導致最後也是Venticular 也是會Dysfunction 左心式也會功能異常 那最大的風險還是來自於 我們應該很大的風險還是來自於 這些Systemic Embolic Infarct 那 大家注意看這張圖 看這個白色的這個 這個是Myocardium 這是Myocardium分佈的 它因為胚胎血他們是融合在一起的構造 那 這是Pounder Event 紅色的是Pounder Event 那大家看 它這個Myocardium 其實會有一部分呢 會延伸連結到Pounder Event Proximal Pounder Event上面去 大家注意看 但是呢 最長的在哪邊 最長的是在左邊 尤其是左上 它要延伸的最長 也導致呢 這些 最大部分的那個Ectopic Ectopic的放電點 就是異位的放電點 通常都在這些地方 左邊的尤其多 尤其是左上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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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 主要是從裡面 用虛擬內視鏡的那種角度進去看 其實如果沒有特別標示的話 其實你隨便一張圖出來 沒有人會知道它在哪裡 那這個已經標給你看了 他說這個 這個位置是到 叫LA的Appendage去的 那這個是 往 Left Superior Palmer Event 這是Left Inferior Palmer Event 這張圖的紅點 紅色的圈圈 代表的意思是說 早期啊 他們是要找出這個點了 就專門電照這個點 然後 突然的演進成怎樣 就是 他就把這整個開口 把這整個開口 把這一條 Left Inferior Palmer Event 整個開口 把它著熱 著放電 加熱 燒一遍 把這一圈把它燒掉 那這個訊號點 就不用那麼精準的 一定把它找到 非得找到這個點 不可 因為其實找到 你電燒的時候 不見得能夠更好放到這個位置 比如說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尤其說你的Catheter的位置 不見得能夠 就是剛好放到這個點 是太難了 所以 如果你直接把這一圈把它燒起來 它在整個方便 也通不過這一圈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 後來 那再更後來 它甚至呢 可以整圈 這樣子大圈的燒一遍 那這樣燒一遍的話 連上面的下面的 就全部都燒掉了 這樣的話 不管你從上面下面的哪 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把它全部阻斷 這個就是告訴你這個眼鏡 那這個是實際上 他們心臟內科 他們在電燒的時候 這個Probe 這是電燒的Probe OK 那這是他們用什麼卡通圖 就這樣電燒 他們電燒的時候是 一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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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燒燒燒燒燒燒 把它燒成一個圓圈 那灼熱的時間 就是看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專業了 這個我就不變置評 簡單說就是 就是我們要幫他找出 知道讓他們知道 位置大小 然後讓他們可以這樣燒個一圈 把它阻斷掉 那燒完了 那就不容易過來 當然燒有燒的風險 之後會提到 馬上就提到了 Complication有哪些呢 第一個 就是Endocardium燒焦了 Endocardium被燒焦了 因為畢竟他就是一個 放電加熱 然後讓他 目的本來就是破壞 那一圈的馬卡點 但是有些時候燒過頭 就會燒焦了 就燒焦了 那再來就是 有些時候會造成 Palmary Van Dissection 不過這個我個人是還沒看過 那 Atrial 或者是Palmary Van的Perforation 就是LA 或者是Palmary Van的Perforation 是有機會的 那 那我們影像上 沒有辦法直接看到真正的Perforation這個點 但是呢 我們也許可以看到的是初選 那 我沒有收集到 沒有把它找到那個影像 我之前曾經看過 就是 電燒完之後來做CT 來Follow 因為病人 他們的Echo 他們事實上還是會 有Echo在旁邊一起看的 他們發現Echo Echo底下 發現好像有初選 為什麼 就是有看這個Feed-in defect 開始越來越大 然後把LA 一些地方把它填滿 那 他們如果發現這種現象 也會來緊急的做一個CTA 看看是不是發生這種內初選的問題 那確實 我們CTA可以提供很好的幫助 我告訴他們 LA有新的 新的Swom Burst 其實就是 Acute Bleeding Blood Pooling Acute Bleeding Blood Pooling 那Pooling到什麼程度 以及它的範圍 大小 可以提供給他們做參考 不過那個Case 我後來有沒有再回來再追蹤 我就忘記了 我至少沒看過 我至少沒看過 不是忘記了 是沒有看到 再回來追蹤那個血塊 也慢慢消了 但是 我們能夠identify的是什麼 是 能夠找到的是 它有沒有 持續性的在 Active Contrast Echoversation 類似這樣子 或是 Echoversation 跑到 Poolahem Poolahem 所謂的Hemosaurus去 那電燒的時候 也可能電燒的過頭了 導致的 Bradicaria 甚至最慘的是 Acyst 為什麼呢 一些米酒神經的Fibre 有些時候剛好會在 那個Poolahem 裡面 Poolahem的窩 上面 就電燒的時候 剛好把米酒神經也燒掉了 所以甚至 倒霉的話 還會Acyst 不過 這個不會到我們放射科來 他們應該就在 當場就會處理了 那再來就是 Poolahem的Stenosis 這類的病人 就是燒完之後 因為他 我們身體的受傷 常常就是 受傷完之後會Fibroasis 產生Scar 那這個Scar 也有可能造成Poolahem Van的Stenosis 這個Case 我看過一兩個而已 絕大多數都沒有 來我們這邊 就燒完之後 你會看到Poolahem變得很細小 甚至進不來 這個Case我記得 在我行醫這麼多年來 也只看過一兩個Case而已 那 再來就是做的過程當中 很不幸的產生一些血栓的Stroke Hemopercardium Hemothorox 還有Pulmonary vein的Stenosis 這個我就沒有看到了 但是以上這些都是Complication 那我們為什麼要知道 雖然我們不見了每個都遇到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知道 就是因為 如果有些人是電燒完之後回來追蹤的 你要留意這些可能的Complication 我們必須要提供出來 就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 心臟內科轉接過來做RFCN 我們應該要提供哪些資料 重要的資料 給心臟內科做參考呢 來 以下 基本上我們要提供的是 到底有幾根 有幾個Pulmonary vein 還有它的位置在哪裡 還有Angulation 不過整篇文章我讀過 他並沒有告訴你 要怎麼測量這個Angulation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告訴他 有Osteobranch Osteobranch 很重要 Osteobranch 等一下會介紹什麼 Osteobranch 然後最後還要提供他 LA的Volume LA的Volume 然後還要確認 這個最重要 要確認有沒有 Atrel 就是LA 或者是LAA Appendish裡面有沒有 Sombus的產生 因為呢 只要有一點點的Sombus 產生了 他們在做電燒的時候 這些Sombus 有那麼多管子進去擾動 這些Sombus一定會移動 這移動呢 就會造成 可以預見未來的 Stroke 或者是Embotic Infact 所以一定要確認 只要有他們就暫時就會暫停這個Precision 那如果沒有他們才可以安心的去做電燒 而我們的影像說不定最重要的就是來自於這個 好 那我們來定義幾件事情 大家也就要注意的 Palmarine Vane Osteum 什麼叫Palmarine Vane Osteum 它就是這條白線所畫的位置 就是Palmarine Vane跟LA這個構造的相連處 這個叫做Osteum 也就是 Atrial Palmarine Vane Junction 好 那再來就是V1 Segment V1 Segment 也是最重要的 它有V1 V2 V3 那通常我們要 他們通常要把它電燒掉的target 通常都存在在V1 Segment裡面 好 那我們來看看是怎麼定義V1 來 注意看喔這條 這個是 應該是左上吧 這應該是 左邊右邊 右上 Right Superior Palmarine Vane 這個是LA 這是Right Superior Palmarine Vane 注意看喔 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Palmarine Vane 跟LA相連處 LA大概是這樣子的構造 看著我的滑鼠 這是LA的位置 那這個相連處 這個地方就是Osteum 那Osteum 注意看喔 從這裡到第一個分支點 這個是開始分支了 從這裡開始分支 這個叫做V1 就這一段叫做V1 那再過來 再往下一個分支點 到這裡開始分支了對不對 這叫V2 那過了V2之後 當然就V3 V1 V2 V3 OK 這樣子大家知道了吧 記住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V1 好 那Osteobranch的定義是什麼呢 Osteobranch 大家來看 好 這邊有幾個箭頭 所標示的地方 就是Osteobranch 好 那我們來看怎麼樣子講呢 比如說這個是左邊的 Left Superior Pulmonary Event 那它一出去以後呢 大家你看很多分支在這裡 對不對 很多分支在上面 但是 偶爾你就會看到有個分支呢 非常靠近它的那個 Pulmonary Event的Osteum 很靠近Osteum 這個距離通常不足 都在5mm以內 這叫做Osteobranch 這叫Osteobranch OK 從這開口一出來沒多久 馬上就遇到這個 這個branch 這叫做Osteobranch 它是小於5mm 它是小於5mm 那 代表它 這個 簡單說就是 它要知道說這個 很靠近就有 因為它如果 不知道的話 它 電燒燒到這裡 而它放電的地方在這裡 那你就燒 好不容易進去燒了 沒有成功 大家都這麼費工夫了 結果還沒有成功 那就不好了 所以要提示它的就是 有沒有Osteobranch 所以它燒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要燒這個大一點的這個圓圈 intravenous saddle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the van 這是靜脈的窩 interposed between branches or single-palmated van 我們看看 這個 白線這個位置 就是intravenous saddle 那 比如說這個是 right superior-palmated van right middle-palmated van right inferior-palmated van 這個 這個地方就叫 intra-palmated intravenous saddle OK between branches or single-palmated van 好 就是 我看看 對啊沒錯 intravenous saddle 它就是 這個白線畫的位置 就是intra-palmated saddle 這個地方就是intra-palmated van ok intravenous saddle 因為這個實際上 它是類似像一個 小山丘啦 就是馬鞍那樣子 馬鞍的那種樣子 這是用VR的 內視鏡的那個影像去看的 那這個虛線也是 這個虛線也是 這個應該是更 我看看 應該是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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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這個每一根VAN,這根VAN跟這根VAN的分支中間,這個地方叫intravenance settle 可是我們報告上比較沒辦法去提這個 而這個3D上面的測量 我個人是一直抱持著 3D上面測量目前的影像,就是所謂的工作站 我一直認為這個3D測量是不太準的 可以測量但是它的可真實性 比如說你從這一點畫到這一點 是在3D構造上 因為我們現在你看到的是平面 可是實際上它是一個3D的 這個距離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是存疑的 只能說僅供參考 那再來 Palmary VAN Inflow Vestibule 這個你聽過就好了,因為我們很難 很難在影像上 很精準的 描述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Palmary VAN Inflow Vestibule 是指說 同一側的 Palmary VAN 的Ostium 在比如說這裡 還有 跟intravenance settle 就是在這裡 就是Palmary VAN Inflow Vestibule 就是進來 這個Ostium跟 隔壁相連的這個Settle 所以它的範圍是比較稍微廣的 那 那我們還要知道一個名詞叫 conjoined 或者是accessory的palmary VAN 待會就會介紹 那標準的一個palmary VAN 應該說最常見的palmary VAN 其實就是 Left superior Right superior Left inferior Right inferior 它通常就是這四支 那我們剛剛已經教了一個 Ostial branch 就是 告訴你 非常靠近這個Ostium的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很快就有一個分支 就是要提示他 有沒有 Ostial branch 這個是最常見的 Normal的palmary VAN Structure 那剛剛 這張圖已經教了大家一個 conjoined 或者是common的 那我們來看什麼叫conjoined common 這個是 這個是 Superior Left superior Left inferior 然後這邊本來應該有一個 Right Superior 一個Right inferior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些時候會先形成一個 common trunk 有沒有 很粗很粗的一個trunk以後 再連到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 Left HM 裡面 LA 這個時候這個就是所謂的 Right common Right common palmary VAN 或是 conjoined palmary VAN 那這邊是左側的 你注意看 因為很明顯 因為 你就 因為LA相對是一個 相對是一個 球形的 那他這邊好像長了一根大大的 牛角出去 人家 本來是分散四個角 他先 出現一個大大的像角的構造 一個長出去的角 再分出去這兩隻的 這樣子的時候你才能稱之為 common 或者是conjoined palmary VAN 那 這邊是右側的 這是左側的 那文獻上是說 左側的 發生機率比較高啦 發生機率比較高 但是這樣的 這樣的case 其實平常日常工作中 恩 還是不算太多啦 也許二十分之一吧 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case 會有這樣的現象 這是我的經驗 好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supernumerary 或者是叫做accessory的palmary VAN 什麼意思呢 除了那四隻之外 多出來的 小隻的palmary VAN 像這一條 VAN是從 right middle lobe 轉你過來的 所以他叫做right middle lobe palmary VAN 那這個呢 這個是 有一條branch 因為這個right low lobe right low lobe 或是left low lobe 都有一個superior segment superior segment segment or right low lobe 或是superior segment or left low lobe 就是有一個 這蠻特別的一個小 lobe 那這些小 lobe的VAN 如果是單獨自己匯進來的 這個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就從 Long的source image 從Long window去看 那 右側有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左側的 left lingering lobe 就是靠近左上飛頁的 Live的lingual lobe 也可以有一個accessory的palmary VAN 這幾條 這三種 是一定要 要記住 要辨識出來的 那 right middle lobe palmary VAN 是最常見的 我的經驗也是 也是最常見 從 右邊來的 那右邊來的 裡面呢 就是right middle lobe 跟 superior segment 或right low lobe 這兩個是 比較常見的 那我個人比較常見的是 right middle lobe 那這兩種你都一定要常辨識 那linked lobe 我確實好像幾乎沒看過 非常少 那 因為這些都是單獨一個小 lobe過來的 所以呢他通常本來就會比較細小 他通常會比較細小 那這個開口呢都很小 所以就是小的 AV junction 小的palmary HL palmary junction 這個地方的位置 這個圓圈就會非常小 好那另外呢 你要注意有沒有 沒有回流的palmary VAN 不是沒有回流 是他回流後跑去別的地方 比如說 直接怎樣回流以後到 SVC裡面去的 或甚至直接回流到IVC裡面去的 或者像這個 Hey 這篇Paper提供的是 他是直接回流到 Superior Subclered VAN 他是直接 回流到你看他的走向很特別 就直接進入綜格槍 然後 當然他就有一張影像 他應該是進入綜格槍然後再往上走 然後跟 Superior 跟左邊的Subclered VAN 匯合之後再回到SVC 這叫做 只有單一 少量的話就是 Partial Anomalous palmary VAN Return 這是比較少見的 這種非常少見 就是這類 病隨這樣病人的人 相當少 不多啦 不是沒有 所以要注意 好 因此他就有告訴你 一個 合乎規則 真正值得稱之上有專業的 放射線醫師 他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來 他要看所有Lung跟Soft Tissue的Source Image 因為他還要看看 Lung裡面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並且從這裡面去Identify 有沒有一些PAPVR 或是一些 異常的 血管的構造 這些 這些 都是你要去找出來的 這是你的職責 基本職責 Lung window 可以讓你看看 到底是哪一個 Lobe來的palmary VAN 就是剛剛看到什麼 Ride Middle Lobe 或 Superior Segment Ride Lobe 或是Lingual Lobe Accessory VAN 這個是要注意的 那再來就是 他這邊寫的是AP Diameter of the Palmer Event Ostia AP Diameter 但是這個 我 我們並沒有做這個 我不確定這樣子對 這個選項對心臟內科醫師是否是真的有幫助 還是他們覺得這個沒有幫助 如果心臟內科醫師有看這個視頻的話 我希望他們能夠給我feedback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講到我們是給什麼樣子的information About the Palmer Event Ostia 那當然最後 一直在強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 LA 跟LAA裡面 有沒有sombus 產生 那 為了確定他沒有sombus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類的病人他的心跳 的empty的功能是比較impair 是比較有問題的 所以 尤其是LAA裡面 常常有一些 我們的鮮影機打進去之後 常常到LAA裡面 常常會有 Layering的現象 也就是說 他比較慢 因為LAA本身是一個dataspace 相對是沒有出口的一個位置 比較一個 像是倉庫的角落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地方容易產生sombus 但是因為我們的鮮影機 打進去之後 你如果 很早就掃瞄 或者是 他排竿 還沒有 裡面的血還沒有被enhanced的時候 這時候你掃瞄的時候 常常看到LAA裡面有黑黑的 那到底是真的sombus 還是假的sombus 因此 我們的protocol裡面 都會建議 這個LAA要掃瞄兩次 而且間隔至少要一分鐘 目的就是要確保LAA裡面的 顯影劑 都已經充分的 perfusion進去 讓這個LAA 襯托出到底裡面還有沒有sombus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這只是作者用了一張圖 他說 你 你不要只看到這樣子就以為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突起 其實 這個 仔細追蹤 他其實是一條 Supier Segment的 Parmade Vain 他其實你注意追蹤在這條線 從肺部的影像 讓Windows去看 原來這個是 Superior Parmade Vain Ride Low Lobe 他只是要提醒你 要注意 不要以為他只是一個小突起 不是這樣子 那 這個呢 他其實 Paper上面有告訴我們 你要至少要做8個 標準的 Epicardial VR VR 很高興 因為獨了這邊 Jono才知道 我們還要做這8個標準的View 之前我都是 想說只是要讓你看看 我們到底有幾條RAM 然後我看的沒有錯 然後你們也看的對 所以 我是盡量 轉一轉轉一轉 然後就 技術師我相信也是這樣 他們並不知道 到底要轉哪幾個View 就 意思意思 東照西照 左轉右轉 上轉下轉 這樣多轉幾個View 隨便照 也不用說隨便 就是盡量照 因為我們 真的不曉得什麼 標準的View 但是這個Paper直接告訴你 真正的View是哪些View 那就是 PeerView 還有一些Tilting 還有一些打角度 然後APView 要怎麼樣打角度 然後還有 兩側的 oblick的View 要怎樣打角度 還有一個從 由下往上看的View 這是八個標準的View 那 雜誌上有給你參考 這就是 由後面 還有 還有往頭那邊打角度 這樣看的 像這個就可以看到出 看出一個這是左邊的 common-parmony trunk 左邊的common-parmony van conjoin-parmony van 那這個 你看到這邊有一點 粗糙粗糙的 這個其實是 連接到 Left ventricle Left ventricle Ventricle 的那個 那個位置 就是Mitrovalve 這個位置 所以從這張圖就知道它是從 APView 這是APView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 Mitrovalve的位置 那這個三角形就是 LAA 這個三角形就是LAA 所以這三角形就是LAA 就是 按照剛剛講的這幾個view 依序 這樣把它照下來給你看 就是你要提供給他們的標準的8個view 那這個呢 這個我會提供給技術師 請他們 至少是我負責的時段 盡量照出這8個view 我也會試的 其實影像大部分幾乎都是我處理的啦 我 好啦我自己會照啦 但是 我也希望技術師也能夠照 讓以後 打這種報告的意思 也能夠 看 不看呢就心臟課看 大概就這樣 那這邊是兩側 左側右側 左側右側 然後最後 最後這張是 由下往上看 由下往上看 這個是 Metro valve的位置 然後這是LV的位置 OK 是8個view 那 這個只是告訴你 這張圖只是告訴你 我們的虛擬的 VR的影像 其實對他們 很有幫助啦 這個 這個心臟是相對在收縮期 照相的 這是舒張期照相的 在這裡我要 講一下 就是 這種 這種做電燒術的病人 他們的心跳 不一定 因為其實理論上他們是 Under control 就是在 不是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應該是 正在服藥期間 他們已經很努力的去控制他們心跳的情況之下 來做檢查的 那就是因為控制不了了 所以才來去做電燒 所以基本上這些人的心跳都會相對 已經盡量控制的比較慢 但是你還是會看到 七八十下 心跳比較快的病人 甚至九十下 那我們知道如果影像要清楚 心跳越快的病人 我們的影像就越容易 坐在收縮期 那我們都比較希望是在舒張期 因為舒張期的時候 LA的體積是最大的 那 這只是告訴你這個病人在收縮期製作的 他也可以告訴你有一個 Ostial branch Ostial branch 那這個好像是 Ride Middle Loop Palmer Event 有可能是Ride Middle Palmer Event 但是如果你把它定義成這邊是Ostial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是Ostial branch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是告訴你 Live Common Trunk 這大概就是 告訴你 我們的好處在哪裡 那 下面這個呢 這比較麻煩 啊對 記得喔 我們也是要計算LA的Volume給他們 那這個計算LA的Volume 是要扣掉Pound Event 這只有純粹的LA的Volume 這是標準要給的information 那 這個就比較困難的一點的是 嗯 這叫做Endocardial VR 就是 內視鏡 下看 看進去的那種感覺啦 然後 要去辨識出 要辨識出 因為這個沒有 你沒有標示 沒有人知道這裡面是什麼 所以一定要標示 必須標示以後才能告訴人家說 啊這是 你看到了Ride Superior Palmer Event Ride In Superior Palmer Event 然後呢你要把它 計算它的 Circumference 還有它的 這個 2-Dimension 2-Dimension的Diameter 是這樣子 那目前我做的 我個人做的呢 是沒有提供到所謂的perimeter 這個位置 是沒有計算到perimeter 那我則是 我提供的是 想辦法把它這個橫切面切下去 然後針對這個橫切面 計算出它的 提供的是 那個 最長鏡跟最短鏡 提供這個給心臟科醫師 那 我不確定我們的工作站上面的軟體能不能夠 快速的提供這樣的影像 如果能夠快速當然這樣也可以 那就怕我們提供的 那個工作站不夠強大 沒有配套的這樣的軟體 提供他們這樣的數據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 非常的 第一種是工作站做不到 第二個是太耗時 這樣也不行 那 至少我還是盡量提供了這個 diameter給他們做參考 那這個perimeter比較困難一點 越講就覺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越多 然後就覺得 啊 太煩了 因為健保給付的關係 給的錢還是那麼的少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你這麼辛苦 給他們這麼精確的數據 然後 第一個 給了這些精確數據 到底他們用得著用不著 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第二個是 花了這麼大功夫 我也沒賺到相對應的錢 尤其是最近我常在抱怨的是 我的工作量竟然還增加了 好 這個題外話我們不在課堂上講 好 Anyway這是我們要提供的information dimension 跟circumference 的 這個圓圈的 perimeter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我會再跟技術師商量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出這樣子的影像 那以上就是我們 身為一個放射科醫師 在做 對 電燒術的時候我們應該提供的哪些資訊 我再快速的幫大家瀏覽一下 第一個你要告訴他你有幾條 有幾條 然後有沒有所謂的 你要告訴他有幾條 位子 還有 osteo 有沒有osteo branch 這很重要 然後還有la的volume 然後有沒有swampbus產生 這是最基本要給的 就是 測量 這邊的 osteum這邊的 直徑大小 大概是這樣 OK 快速的給大家做一個 回 回顧 然後 然後 這幾個常見的 accessory 還有 PAVR要留意一下 看一下浪裡面有沒有什麼構造 異常的構造 有沒有sombus 然後呢 最後就是8個標準的view 8個標準的view 要照給人家 那 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各位有所收穫 謝謝 謝謝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